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今天來到第四集的我怎樣拍片 這次要說的是怎樣拍到PS4 其實很類似的,如果拍PS4、Xbox或者其他 很多都會用這個方法 我是用這個方法 都是跟之前一樣 這個本集是本人的立場 我是用這個方法 可能有其他人用不同類型的方法 可能比較好 不知道大家合不合用 這個是我的方法 這次是開箱 剛剛在亞馬遜訂了一件東西回來 是最新版本的ELGATO 我先開它出來 其實ELGATO是什麼呢? ELGATO是一張Capture Card 其實Capture Card是有什麼用的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上次有說過 我手機可以用Wi-Fi 可以用AirPlay 把畫面建設在電腦 因為其實我所有拍片的方法 都一定要經電腦 但如果大家有PS4都知道 PS4不會有一條USB 或者可以用Wi-Fi 把畫面關在電腦 其實現在有一個方法 PS4現在最新是可以用這個 REMOT PLAY 把畫面在電腦裡拿到畫面來拍的 不過其實就是 跟我上次說的問題有一個同一個問題 我會有一點擔心 就是會不會疾機 之類的畫面可能有延避 之類的東西 不過我聽到 因為其實我不用這個方法 但我問過有其他人用過這個方法 他們說其實 只要你家的網絡是穩定 以及在同一個地方 我不是說去到另一個地方 REMOT PLAY的話 只要是同一個網絡的話 用這個方法都很穩妥的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大家如果不買這個ELGATO 就是這些CAPTURE CARD的話 可以試一下REMOT PLAY 到電腦裡 之後就在電腦裡拿到PS4的影像 然後再直接拿來錄影 放在OBS 我今次買這個 其實就是ELGATO GAME CAPTURE HD 60P 其實這款是我新買的 因為其實這是最新的一個版本 其實我以前有另外一款ELGATO 這款ELGATO其實就是HD 60 HD 60 和這個叫HD 60P 有什麼分別呢? HD 60 其實是一個外置的CAPTURE CARD 可能就是 那部機器 接駁了這個東西 然後再把影像拿回到電腦 另一邊就可以輸出到電腦裡面 但我今次這一個新的版本 其實它是一張類似電腦的DISPLAY CARD 它是直接插進電腦裡的 當作DISPLAY CARD 然後它有HDMI input 你把畫面進入到這張卡 然後就可以直接拿到這個畫面 然後在電腦裡錄 當然它也有一個外出 它可以直接在另一個螢幕上看畫面 開出來看看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裡面有一條HDMI線 這個東西大概是這樣的 一張DISPLAY CARD 今次這款最新的這一代就插進電腦 剛才沒有說到的一件事 就是究竟這兩款為什麼不同呢 新的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新的那款是插進電腦裡面 即是直接是一張DISPLAY CARD 其實如果大家上官網都可以看 舊這款其實它也是可以錄 在錄片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舊這款即是HD60 其實中間還有一代 HD60S 舊這款其實它就是在Capture裡面 它也可以錄到1080G的這個影像 都是60FPS的 它可以錄到 但是問題是舊的這一款 它在經過完這件東西 再Capture出來畫面之後 你在電腦裡看到畫面 它會有Delay的 所以電腦畫面Delay 你錄片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錄片就由它Delay 但是如果我想放進去 我上次有說過我最方便用OBS的時候 放進去OBS的話 就會畫面有Delay 如果我再加我Facecam 或者Track Room 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有問題 在錄片方面這件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想做直播的話 這個就要麻煩一點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會將Delay又再設定 此類之類的 不過新的這一代就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那我就換了新的這一代回來 這樣就沒有東西看了 馬上插進去電腦裡 好了 大家只要插好這張卡之後 就會看到機背後 多了Elgato的In和Out的輸出 In那個其實就是插回你的PS4的HDMI 進入影像進去 Out你就接駁回它之後 然後再接駁回你的螢幕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只要剛才插好這張卡 和插好那些線之後 基本上在電腦裡裝回 這張Capture Card Game Capture HD 它自己專用的一個程式 它自己的程式 其實也可以錄到畫面 以及做到直播 不過 當然 如果大家可能要加Travelmark 或者其他東西的時候 始終我還是覺得OBS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我都會用OBS 這個程式就比較少用 不過我之前 如果說前一代我用的Capture Card的時候 因為它有延遲的問題 現在其實我基本上 我按左 不是這個右 左?右這樣 其實是可以即時看到的 如果之前那一代 即是之前HD60那款的Capture Card 可能我現在按了一下 它隔了一會後才會動 這個就是上一代和今代的分別 現在我就可以即時看到畫面錄到 這個是它自己專用的程式 不過我未必會用它的程式 我可能還是用OBS 用法就是 只是在這個來源 加上視訊劫取 攝取 加上它之後 就選擇Elgato的Game Capture 你看到 直接這個畫面 就已經可以拿到下來 到時我再加一些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現在要加上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在這裡 加上樣子 加上Trap Room 之類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在OBS裡面做到 今天這個PS4C的 教大家一點介紹 怎樣可以用到PS4來拍片 就來到這裡先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記得繼續訂閱我 留意我其他的影片 好 如果大家這個方法 看看自己適不適合用 不過要買這個東西 可能要有一點點貴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都要成 好像2000元 在日本訂回來的 這樣呢 就 說了一件事 其實上次我不是說過 不知道要怎樣拍Android 其實Android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拍的 不過也是要用這張卡 可能留下一集回來的時候 我再詳細介紹給你們 是怎樣 我怎樣用這張卡 用這個方法來拍到Android的影片 好 下次回來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